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有媒体报道,陕西丹凤县相关部门在11月10日强行砍伐了村民种植的近3万棵国槐树和30多棵核桃树,并且没有提到任何赔偿。 有照片显示,这些树木被砍伐后被拉走。 对此,封面新闻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。 此举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愤慨,因为树木的砍伐不仅损失了村民的经济收入,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。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认真对待此事,妥善处理,给予村民相应的赔偿。 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,不应该随意砍伐树木而忽视其价值和意义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